首場台日群雙任正賽事 2018富邦養德長春日群賽 20號在林口球場進行最終回合 來自泰國的馬克森 後酒棟停住盧建順追趕的壓力 最後就以一桿之叉奪下冠軍 去年長春日群的獎金王馬克森 自第二輪接管占據後 過輪依舊穩定發揮 即便排在第二的盧建順請決賽後 但他單輪還是角度不二 一總會合十二個Under 是從卓下2018富邦養德長春日群賽的冠軍 我剛開始練習年紀大學 在第一次演習年紀大學 我剛開始練習年紀大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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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後四竿出發的盧建順 靠著拳上打出旗子不在乎 一路最道只成一竿落後 可惜最後十八棟 保潼推失守 於願將比賽比紀念長賽 只能取局第二 业余祖的部分 则是由18岁小将王伟轩 三回合打出5个Under 拿下业余祖冠军 日寻长春首次海外战圆满罗姆 尽管无缘把冠军留在台湾 但仍为台日高筹交流 走出新德里程碑